Hello 大家好 經過一星期的艱苦奮鬥之後 又到時候 出去北上的時候 今次澳車北上就介紹大家來到坦州 坦州位於感受國際花城對面的農莊 有一間叫農家會 上次已經介紹過給大家 今次我們來試一下那隻雞 椰子雞煲 這個椰子雞放了很多椰子 大家看看 一點都沒有花架 接著就放了幾次 煮割那隻雞 這些油其實很少 大家如果不介意 就可以不用飛走 因為會有用 我們先試一下那口湯 湯比較鮮甜 而且能夠帶出雞味 施頭婆叫我們 要喝完湯 接著再吃雞 接著再錄東西 這個步驟來做 我們試完湯之後 就開始試一下那隻雞 這裡的雞 全部放養 放在外面的空地 田地那裏 可以游走 天生天養 所以肉 比較有彈性 皮很脆 施頭婆說這樣 都犧牲很大的 有時候雞 被人捉走了 都不知道 所以 都沒有辦法 因為要保證質量 所以堅持放養 你看 雞肉這麼有彈性 雞皮又脆 好 好 我們喝了湯 差不多七七八八 之後 就可以 綠青菜 剛才說的油 為何不要去掉 因為這樣 綠青菜 才會夠綠 和有些雞油的香味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菜綠了之後 會變得 鐵色 沒有那麼漂亮 還有 沒有那麼香味 好 我們今次吃到這裏 下次再有什麼好東西 介紹給大家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